哈喽大家好我是朱乔 你听说过房格尔系数吗 听说这个系数超过30% 生活的幸福感就会下降 你的住房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你幸福吗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网友们的家 和我在北京的新家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在南京市中心租房 我们家的房租是1400块钱 我算的房格尔系数 大概是51% 哈喽大家好 我是这个月刚搬完两次家的朱乔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里呢 是我在北京刚搬完的新家 也是刚刚结束完软装的布置工作 那这个房子呢 是我花了9000块钱 在北京的四环一里 租到的一个大概有100平米左右的 一个富士结构的房子 现在就带大家room tour一下 那我就带着大家 从住户门这里开始走了 进来以后呢 直接是一个大的开间 然后有一个超级大的开放式厨房 中间的这个倒台 是这个房子自带的 就我当时看房的时候 我一进门看这个倒台我就定了 我说这个房子就是我的 这不就是给我准备的吗 其实这个倒台它就是把两个长条形的柜子 拼在了一起 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好多抽屉可以拉 所以收纳功能也特别特别的齐全 这个是我在影视飓风家买的gear tray 操作起来也很方便 后面这部分呢 就是它正常的厨房功能区 我把我常用的东西全都摆出来挂在上面了 这样取用的话会比较方便 厨房的这一面就是一个微波炉和一个空气炸锅间烤箱 就是大家非常薪水的那个双开门的那个 和最后我还是自己吃巨资300块钱买了一个微波炉 然后我在这放了一个home pod Hey Siri 倒计时五分钟 现在开始倒数五分钟 就一切你都不用动手操作 就特别的方便 我在倒台另外一侧坐了一个小吧台 放了一些书架和置物架 然后把常用的咖啡机啊磨豆机啊什么的都摆在台面上 把我所有的咖啡器具也都挂在墙上了 虽然也不是特别常用 但是就是挂出来挺好看 显得好像特别专业似的 咖啡的吧台在这嘛 所以我就在旁边做了一个小架子 放了一些这样可以抽拉的收纳盒 然后把咖啡粉都放在这里了 这样的话即便你有很多咖啡粉 你只要把它竖着都插进来 那你拿取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 也会比较省地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我在窗边种了几颗绿植 都是可食用的绿植 这是百里香 罗勒快被我揪秃了的薄荷 最后是迷迭香 沙发后面的这个白墙 我是做了一片照片墙 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贴的时候花了大概三个小时 就是每张照片你拿出来的时候 它都是一个回忆 然后你就回味半天 沙发对面是一片办公区域 我现在就正在这张椅子上剪辑呢 然后有时候干活干累了 就坐在这沙发上歇一会儿 那这个一层里面还有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空间 就是一层的这个厕所 这样万一来客人的时候 虽然也不怎么来客人吧 他们就不用弄脏我的厕所了 那我不是说客人脏的一撒 我就是不太喜欢别人用我的厕所 那一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上楼看一下 二层整体就是生活区 其实我也就是每天起床和睡觉的时候 需要上二楼 所以倒是不会觉得上下楼很麻烦 上来以后呢 这边直接是一个开放式的衣橱 转过来卧室 一张一米八的大床 这是我楼上唯一的虎子元素 Hello 卧室出来以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厕所 这是我自己的厕所 就是只属于我 是不是只有我这么执着于厕所的事情 然后淋浴是在隔壁 这个我也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淋浴完了以后的那些湿气 就不会留在厕所里排不出来什么的 它就是非常的棒 那么 嘿 我们测试结束了 那这就是我在北京花九千块钱 租到的一个不到100平米的富士结构的一居室 其实搬进来之前整个房子都是空的 所有细节的地方都特别的破 然后就通过自己的软装 让它看起来变得更温馨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幸福感 应该是比之前住那个更大的房子的时候 要高了很多 开篇也说了 我最近搬了两次家 那这个就是我在北京的新家 另外呢 我在海南万宁和三个好朋友租了一个大别墅 那在海南租一个别墅会更贵吗 生活在别的城市会感觉到更幸福吗 如果你对这一part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我也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 也希望跟你们一起探讨 生活的幸福感到底来源于哪里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